我們來的歷史題 歷史題他說 這個平面 這個向量是這個平面的一個法向量 而且的話 這個平面的那個結聚合 A加B加C等於10 那麼E等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法向量 N 跟這個是平行的 A分之一 B分之一 C分之一平行 這個也是這個平面的法向量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就知道說 這個處理這個 會等於這個處理這個 會等於這個處理這個 就是說 這個處理這個是2a 會等於多少 這個處理這個是531 會等於這個處理這個是2c 這我印它等於k 那這樣呢 我再知道 A是等於2分之1k B是等於-3分之1k C等於2分之1k 然後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等於10 A加B加C 加起來多少 1-5 這是1嘛 1-3分之2 3分之2k 這個等於10 1分之1 2分之1 所以說k 事實上是等於15 k等於15 k等於15的話 abc就知道了 a的話 是等於2分之15 k等於15 b的話 是等於3分15 等於5 c的話等於2分15 所以這個平面方式可以寫成多少呢 寫成A分X 15分之2X 加2分之Y 這減掉5分之Y 再加C分Z 叫15分之2Z 等於1 然後我總法乘以15分 叫2X 減掉了 乘以15分 3X 再加C分Z 2X 等於15分 這個就是這個平面方式